这个男人真无耻 当着侄女的面调戏嫂子 看到母亲受欺负 轩辕清风拔出剑 抵住了对方的大动脉 但她缺少战斗经验 一个不慎露出破绽 反昧对方掐住咽喉 狠狠将她甩了出去 转头继续调戏嫂子 她的态度极其嚣张 但轩辕清风为了保护母亲 顾不得考虑后果 又是一剑刺向了她 但对方在武道经营多年 轩辕清风根本伤不到她 反而激起了她的怒火 轩辕清风恼羞成怒 扔出一记水龙弹 狠狠砸向对方 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对方这次没有留情 打算直接废掉她 千军一发之际 那个男人出现了 轩辕清风 你现在离开灰山 退出家族 我留你性命 轩辕清风有些惊讶 他的书呆子大哥 今天怎么如此霸道 但废物就是废物 并不能改变什么 我就是当着你的面 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 再要了嫂子 你能怎么样啊 轩辕清风没有说话 天空便下起了大雨 似乎是在替她回答 家族内外的乌够太多了 需要好好地冲刷一下 轩恩静轩听完怒急返笑 你以为你谁啊 读书读成仙了吗 但她话还没说完 事实却让她傻了眼 只见对方意念微动 泼出去的水 竟然被收了回来 稳稳地落在了水缸里 原来你会 瞒了我们这么多人 但她猜错了 对方从没瞒过谁 武功确实是读书读出来的 今天之所以出手 是一位女儿遇了危险 顺带着清理一下垃圾而已 好大的口气 轩恩静轩不信她的鬼话 在她心里 对方永远是那个懦弱的废物 还要亲手揭穿这个谎言 但让她恐惧的是 她使出的水龙卷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逼近 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未知放大了她的恐惧 让她不由自主地求饶 对方却毫不留情 随着一指落下 她两枪几步后 口吐鲜血 一头栽倒在地 没了生机 虽然轩恩静轩死了 但家族的清扫没有结束 山上的那位老祖宗 才是污秽的缔造者 只有杀了她 轩恩家族才能重获新生 随着轩恩静轩一声怒吼 天地似乎感受到了她的意念 随即乌云汇聚电闪雷鸣 一道天雷瞬间笼罩住两人 这便是陆地神仙的力量吗 感受着身上传来的痛楚 轩恩大盘心中充满懊悔 她自知抵挡不住天地攻击 临死前 往事如跑马观花一般 在脑海中迅速闪过 二十岁打败家中老祖后 自信膨胀的她到处挑战 但似乎再也没赢过 三十岁败给枪仙王秀 四十岁败给吴家剑冠 五十岁败给剑神李纯刚 改练刀势后败给顾剑堂 这才有了轩辕不胜的名号 但她并不是毫无收获 到古稀之年时 伯仲家之长将自己的武功 化为大熔炉 为了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达到传说中的长生真人 更是潜心钻研 双修之术 想要踩阴顶捕阳炉 若不是招惹了轩辕清风 恐怕她还真能再上一层 但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她的身体正在被分解 直到完全消失在空中 这幅场景惊呆了吃瓜群众 轩辕清风看见父亲没死 激动的向她冲去 但父亲只是留下了一句遗言 让女儿好生掌管家族 变化作鸡粉 成风而去了 轩辕清风的激动瞬间消失 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她后悔没早点理解父亲 没有见到作为女儿的义务 天地此刻因为轩辕竟成可惜 家大与世 恭送如胜 可就在天地同悲时 突然响起一句突兀的声音 老祖离世 家族不可一日无主 如山重担 只有我来承担 来人 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 等等 徐凤年只觉一阵恶心 这家人怎么都这种货色 对外唯唯诺诺 对内重拳出击 她撑伞走到轩辕清风身边 亮出了北梁的态度 北梁徐凤年 愿见坚毅 主掌轩人 她的意思很明显 北梁与轩辕清风 从此站在同一战线 场上局势瞬间反转 但对面的老二丝毫不活 反倒是玩起了挑拨离间 声称轩辕成七十灭祖 女儿必定是一秋之喝 家族里没人会服气 但她就不一样了 打理家族事务许多年 只要徐凤年支持她上位 她也能成为北梁的盟友 至于轩辕清风 她可以做主送给徐凤年 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 徐凤年没有理会老二 她清楚对方的人品 被轩辕大盘和老三压制了半辈子 如今眼看就要翻身做主 怎会甘心依附北梁 倒是轩辕清风这个丫头 目前无依无靠 正是入股的好时机 轩辕清风也趁机表态 如果她能坐上家主位子 首先要振兴家族 其次要善待门客 最后要全力习武 即使目前暂时依附北梁 但她会早日踏入天象径 重新和北梁签订平等协议 眼看好话都让她说完了 老三显得有些着急 正当她还想挣扎时 突然被人从背后刺穿了胸膛 这一变化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什么叫乐极生悲 前一秒还在激情演讲 后一秒就被刺了个对穿 一言都没留下一句 就匆匆领了盒饭 剩下一群手下 在几个内奸的带领下 齐刷刷的跪倒表忠心 突如其来的反转 让轩辕清风持续蒙圈 两久之后她才反应过来 这恐怕都是父亲的后手 妄想雨中跪倒的众人 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不会让父亲失望 大雪平一战之后 轩辕家族拨乱反正 迅速完成了内部的肃清 等到轩辕清风忙完之后 才有时间看父亲留下的信 她本以为这信里 还是父亲留下的后手 但她没有想到 信中竟然是父亲 对她的感情流露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是一条建议 如果须凤年想吞并家族 那就转向投靠龙虎山 其次是为妻子着想 等到清明节时 如果妻子不愿意祭奠她 那就不要勉强 随意便好 相如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接下来是对女儿说的话 父亲对她的细心远不止词 甚至考虑到了她成亲之后的孩子 要是儿子就叫扶摇 要是女儿就叫雅颂 人生选择由她们自己去挑 千万不要强迫孩子 人生苦短 糊糊涂涂过一辈子 总好过爹这样 一生求而不得 愿曾相会 怕你生厌 不再多说 主 与岁安好 无病无灾 薛恩清风看完后 江湖抱在胸前 像是抱住了一份 她从来不在意的父爱 等到她从悲伤中拔出来 才意识到面前还有个外人 她虽然和徐凤年结盟了 但始终不知道北梁的条件 一不要钱财 二不要人马 这让她显得有些心慌 呵斥徐凤年 别打她的主意 她的反应 逗笑了世子殿下 文外清了 论相貌不属于你 五亿缘在你之上 但是知情 识趣 才智双举 像这样的丫鬟 小悠补偿还要六七个 我要你干嘛 薛恩清风被噎了一句 倒也不恼火 让她赶紧提要求 徐凤年想了片刻 把江妮拉了进来 声称 薛恩家的水路运输网 业务范围 难过整个神州大地 而江妮要回西数 最方便的就是走水路 所以她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让薛恩家族 开水路 一路护送江妮归属 世子何时用船 开口便是 等我下了龙虎山 江妮脸色一变 质问徐凤年是不是傻 不知道龙虎山 有一个想杀她的老怪物吗 徐凤年则示意 不碍事 毕竟 剑神在手 天下我有 江妮一愣 倒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但他们两个没料想到 现在龙虎山上 想杀徐凤年的老怪物 不止赵黄朝一人 还有一个赵丹萍 我可以不要你的性命 只要消去你这一身大黄亭 之后就可以放你下山